林妙可,大家都十分熟悉,2008年8月8日,因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升国旗等仪式,一曲歌颤祖国,从而被大家熟知。 当年我们都认为这个女孩前途光明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事实上,其实林妙可这个孩子很可怜,每天都背负着童心的重担,按照母亲的时间表生活,非常听话。 其实,林妙可会如此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她的妈妈。 先看照片里的林妙可,青春洋溢,和小时候这嫩的样子相比,确实是成熟了不少。 林妙可的同学们,也还蛮好看的。 话说,青春期的女孩们用起软件来也是放心大胆,看看这一个个的锥子脸,还有每一张林霞刺的皮肤,简直吹唐可破啊。 变形的Red Brickstyle,又红又穿,当年在奥运会上一战成名,从此,就跟娘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日常的主要行程,就是参加一些新联新手牵手红羊社会和谐的文艺演出。 这也导致了林妙可的表演经验并不丰富。 表演风格并不具有层次,因为模式都是单一的,都在扮演大人喜闻乐见的孩子,所以,我们只能说她表演经验比较熟练而已。 我不知道林妙可是从什么时候成了涨残的代言词。 只要我们谈谈童心的现状,总会将她作为反面例子提出来。 不久前,19岁的林妙可出现在一家购物中心的站台上,被网友拍到,她那天的衣服没有什么特色,甚至有点吐气。 而且这样的一生打扮看下来的话,真的太胖了,而且还胖了不少,也明显的双下巴。 对此,不少的网友都在吐槽她,一胖亏所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